哈喽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 今天到了我们yoyo story听故事的时间 今天要讲一个故事是 我是蚊子小蚊 蚊是海地德帕克 图是劳拉奥夫德尔哈尔 翻译是网民 微博文化出版 小朋友 你还记得 我是蚊子小蚊的上讲 上一集是在说什么呢 上一集我们提到蚊子的长相和身体构造 还有蚊子的嗡嗡声 是怎么来的 还有蚊子会出现在哪里 小朋友 你都还记得吗 如果想听上集的小朋友 可以在这个影片结束后 我会把影片放在最后面 你点入之后就可以看到上一集了 上一集我们还有教小朋友 蚊子的英文 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复习一下 就是 对 有小朋友记得 就是Mosquito 那今天呢 我们要教小朋友一个英文单字 就是蚊子的幼虫 它的小baby叫做什么呢 小baby 它的小baby中文叫做 解绝 那英文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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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带小朋友去了解 蚊子的幼虫 它的小baby 解绝 是怎么长大的 还有啊 我最想知道的 我想你应该也会想知道 蚊子都喜欢吸我们的血 那我想知道 是什么动物喜欢吃蚊子呢 你想不想知道啊 不过啊 现在没有蚊子 我们要怎么访问蚊子呢 小朋友你听 好像有听到蚊子的声音了 对不对 不过 这个曲调好像是 贝多芬的给爱丽丝吧 嗯 是的 没错 是给爱丽丝 哦小文啊 我还想说 是我附近邻居 在拉小提琴吗 拉那个贝多芬的 给爱丽丝 原来是你在我耳朵旁边唱啊 嗯 其实不是我唱啦 是我的翅膀挥动 的声音你记得吗 我上次有说 哦对对对对 是你翅膀的挥动的声音 就会有美妙的音乐 我记得了 嗯 是的 我今天会用这个 给爱丽丝的嗡嗡声 是希望以后你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 不要觉得很烦 而是觉得很美妙 嗯 我看这有点难吧 除非你不咬我 好啦 你今天先跟我们分享一下 蚊子的幼虫 结绝 到底怎么长大的 嗯 对 你还记不记得 我上次有说 为了让我的卵长大 我需要血 也就是为什么我要寻觅香喷喷的人类 借助你们的血液 我的卵顺利的长大 直到了要缠乱的时刻 所以呢 我必须为自己找一个产房 像是呢 一个池塘 或者是一滩水 或是一个满水的急鱼桶 里面有很多的水 而且啊 里面的鱼啊 越少越好 鱼越少 对我的卵越好 因为鱼啊 它会吃我的卵 把我的卵当作食物 那没有被吃掉的卵 经过一到三天 这些卵便孵化成结绝 结绝生活在水下面 但还是需要呼吸空气 它们头部朝下 倒垂在水中 画面看起来很有趣哦 它们的尾端有一根长管 像一根麦杆贴着水面 结绝正是利用这根呼吸管 来获得空气哦 我的结绝也很聪明哦 它们遇到危险的时候 它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潜入水中 把自己藏起来 然后它们吃早累和微小的动物 成长快速 结绝呢 必须脱皮四次 每一次脱皮呢 就会长大一些 唯有如此啊 它们才能够变成勇 在勇的阶段 它们需要充足的休息 也不再吃东西了 勇的阶段不长 不用几天 我的孩子们就会羽化成文了 小蚊子非常聪明哦 短短几个小时就能学会飞行 嗯 哎你看 已经开始了 哇真的好多哦 好多小蚊子飞出来 看起来 哎呦好可怕 我可以了解了 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太多 因为啊 现在 蚊子的小孩 也就是我的小孩 要当心了 因为啊 许多动物都把蚊子当作美食 比如说像鸟儿啊 蜻蜓啊 青蛙蜘蛛 以及其他的动物 都很喜欢吃蚊子大餐 哇真的哦 不好意思 我忍不住要拍手 因为 哦 还好有这些动物啊 昆虫愿意帮我们 吃蚊子 这样我们就 不会被那么多蚊子咬了 你说是吧 小蚊 嗯 你说的是没错啦 嗯 我们真的很特别吧 蚊子啊 存在这个世界上 已经八千万年了呢 我们甚至啊 还认识恐龙哦 哇 真的还蛮久的耶 嗯 世界各地都能看到 我们的踪影哦 除了沙漠 和南极 北极的冰面上之外 因为那些地方啊 不是太热 就是太冷 我们蚊子受不了啦 由于我们几乎存在于 世界各地 我们拥有世界上 不同语言的名字哦 例如说 韩文的蚊子叫做 Buki 日文的蚊子叫做 Ka 法文的蚊子叫做 Mustik 泰文的蚊子叫做 Yong 意大利文的蚊子叫做 Zanzara 越南的蚊子叫做 Moy 哦 不过 我们一点也不在乎 你们如何称呼我们 因为人类和蚊子 我们形成了一个 超棒的团队 你说是吗 呃 没关系 没关系 其实啊 你也不用担心太多 因为啊 蚊子只能活三到八周 我的日子也差不多了 所以要在这边 跟所有的小朋友 大朋友 还有悠悠 说声再见了 其实也不能说再见 因为 我也不会再回来了 小朋友 你们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哦 谢谢你们大家愿意听我介绍 蚊子的一切 希望你们对我们 有更深的认识 不要再这么讨厌我们了 嗯 那我必须先走了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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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 其实有点感伤 蚊子呢的寿命跟人类不同哦 蚊子最长只有三到八周 小蚊已经走到她人生的终点 人生的最后 那我们也很谢谢她来跟我们分享 蚊子的一切 小朋友 你都有学起来吗 那你还记得 蚊子的幼虫 解决的英文是什么呢 对就是larva larva就是解决 Yoyo Story听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